明知山有虎 天象虎三行 要翻過來 把我搞成被告 如果要把我抓起來的話 我告訴你 就會讓XXX當選 哈哈哈哈 終於還要放出來 所以有人就要流下來 這樣還沒 這樣當中 大家為... 辛苦就是說辛苦啦 但是如果寫成文字的話 甘苦就不是辛苦 甘苦談的話 就會有一些快樂的地方 有一些比較正面的地方 所以有甘有苦 所以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高雄我很了解 因為高雄 我是高雄岡山出生的 真的啊 我是高雄 你是公民子弟嗎 不是 我是外星人 但是我們媽媽 我們的家 我父母親是從高雄上岸 我們從越南撤退 我們是黃捷的部隊 從越南撤退 到岡山到高雄 到高雄住了好幾年 我出生以後 再搬到台北來 我的幼稚園跟小學 在台北 在出生的時候 是在高雄岡山 所以我的真正的 這個我的出生率就是 就是岡山 這樣也是我們高雄出生的 高雄人 真的高雄人 高雄本身 而且我也當過中鋼董事 所以我對在中鋼當董事的時候 在王忠宇的時代 當中鋼當董事 他對我很理喻 所以我對高雄的情況 我算蠻了解 因為當時這個中鋼是高雄的第一大公司 沒錯 早年的中鋼對高雄非常重要 講白了 講白了 現在沒有那麼重要 現在被民進黨控制 對民進黨比較重要 因為他的轉投資企業很多 他很多人事的鋪陳 好在這邊講的就是說 我講一個簡單講 我來形容 就是說 柯智恩去高雄 應該要什麼 明溪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這是一個不討好的工作 而且甚至於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當然虎山行有點危險 沒有危險 因為我認為這個事情的 我現在還無法理解 就是說你怎麼會想到去 你這整個想法是到底什麼 因為講比較不客氣的問法 就是說當選的機會 相對性的是比陳其邁低 低很多啦 目前 那怎麼會想到去高雄 去挑戰 去挑戰這個陳其邁的這個政權 其實每個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你問我我也答不出 你用理性來分析 真的 如果理性來分析 每一個弄出來都不應該去 但是又感性來分析的話 高雄我就是病棟的女兒 高屏本來就是一家 然後有一個這麼大的一個 也從來沒有想過 所以為什麼才6月才會 才會去那個地方嗎 629才會被徵召嗎 如果說要去 早就去經營了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 是在地的人能夠出來承擔嗎 然後就沒有 然後就透過一些的方式 然後這個好 不管你喜不喜歡 我們的主席也就是 因為他在智庫嘛 也常常看到 他又會詢問探尋 然後到5月 慢慢這個氛圍 就越來越 越緊湊 然後到6月的時候 也是我學校 剛好學期結束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下定決心 所以我剛剛講 你用理性來分析的話 沒有一樣可以去 但是呢 你用感性來去思考一下 你就換個角度來去思考 我如果去的話 我會損失什麼 我如果是用這個5個月時間 我下去打高雄這場選戰 我會損失什麼 在我人生的歷練當中 或者在對國民黨 這個能夠把這個南台灣的 沒有人要去 然後你去出征 然後你又一個挑戰的一個個性 那到底我損失什麼 然後未來你整個的政治能量 這個點我倒是比較少去思考到了 但是我在做決定 我人從以前到現在 包括主持電視節目 都是先答應的再說 答應的會後悔 可是後悔你已經答應了 然後之後繼續做 把它做好 就是這樣子 每次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子 包括這一次也是 這個你可以這樣講 但是實際上 那我這樣問你 那你選到現在為止 你自己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是辛苦 但是你會 930造勢完之後 你會發現很多自媒體 幫你去剪接 然後到處一些瘋傳一些的影片 你現在到高雄市 你當街頭在那邊走 你去菜市場在那邊走 任性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都給你一個 要變個了 要變個了 這種聲音真的有 所以越來越多 但是你說距離陳其邁 這樣穩穩的在那邊 都不跟你做任何的事情 很冷掉的在做處理 那我就旁邊 就會一直在那邊跳 跳啊這樣子 所以那個整個冷熱的差度 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我知道很辛苦 但是就是會很努力 堅持到最後 把它走完 然後我 吳董華董 我真的覺得這一場仗 這樣打到 一開始我不敢講 民調也不看好 可是我覺得慢慢的 我覺得票數不會你們預期中的 那麼難看 我真的不覺得 我不認為票數是你的重點 你認為說我未來 你要問人就說我到底 不是 他對我很客氣 他就是要問我說 你選了 你如果沒選到 你要做什麼 沒有 你要問這個就是了 沒有人跟你講 這個話也不完全 應該這樣講 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 整個台灣的選舉 打到現在為止 我看不到一個國民黨一個有意義的發言 或者一個有意義的事件 Event 你知道嗎 今天你國民黨在拼的時候 明明民進黨貪污 明明民進黨疫苗貪污 明明是民進黨做了 你看臨時間的雙學位都被裁測掉 對民進黨多不利的情況之下 可是沒有看到國民黨有一個有意義的發言 我想有意義的發言 就是說我們有記憶 那柯思恩在高雄講哪一句話 你票另外一回事 我認為選舉會不會還有將近一個多月時間 45天 45天 那在這個45天當中 因為我認為 我認為如果去陳其邁 陳其邁是我好朋友 可是我認為你們去鞭策陳其邁 讓陳其邁進步 或是講更白的 陳其邁的合作對象 是我最討厭的對象 叫做新潮流 對不對 如果你去幫助 你去鞭策陳其邁 讓他脫離新潮流的魔掌 這個對高雄是好事啊 但是我不覺得他的個性上會做大事 現在所有人都記者在他身上 我不知道 我在講意思就是說 我在講意思說這個是 這個就是說對敵情的判斷 包括你用跳高有更高的高度 對台灣這個九合一選舉 看起來地方選舉嘛 因為今年的選舉讓你們非讓民進 讓國民黨的這個高雄啊 會打得非常辛苦你知道嗎 因為國民黨基本上在九合一選舉裡面是執政黨 大部分的地方執政都是國民黨 所以那國民黨的執政縣市 他這些都諸侯 你看新北大諸侯 台中大諸侯對不對 都是這種全國性的 就是未來要取有條件 爭取就行政院長 總統大位這種大諸侯大咖 那這些做的就很好 做的非常好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 我們用六都來看的話 現在的四都現任選連任的四個人 都做的不錯應該這樣講 以執政的績效而言的話 侯友宜盧秀燕 黃偉哲還有陳其邁 其實都有亮點 都有亮點 所以他們這四個人 所以國民黨的選舉的策略 現在這些主導者 有一個什麼概念呢 要放著 他們國民黨的主導就是這些大咖 不希望這個選戰 因為他們現在目前是選連任 我把它放冷下來的情況之下 我穩贏的 如果我跟像林佳龍 如果侯友宜跟林佳龍 產生很激烈的對抗的話 那最後誰會得到第一 林佳龍 所以侯友宜把他放冷 你看他們警察大學的學歷事件 他都故意不鬧 那是違法 根本就是政府違法 政府不要臉 來修理 這侯友宜 侯友宜把他忍下來的 還是放冷 那個盧秀燕多少的委屈 你看總統去罵他 說他只會迎來送黃 對 你看盧秀燕忍下來 對 你看見沒有 所以我要講什麼例子呢 就是國民黨現在的執政縣市長 是要把這個選情放冷 因為有助於他們的年任 而且高票 年任者都是這樣子 而且這個年任者很怪喔 他是國民黨 對 那比較激烈的選區是哪裡 就是台北 三喀都 這個是目前勝負會補 另外第二個就是 這個桃園 桃園這個 一個意外的事件是 新竹 根本莫名其妙 那麼小一個新竹 小喀喀 新竹可能比宜蘭還小 我就不曉得 比宜蘭縣小 比宜蘭縣小嘛 立宜蘭縣 對 新竹那麼小 就打成一個全國性的議題了 莫名其妙一個事情 他把我搞成被告 這是更莫名其妙的事情 那我就不管他了 對不對 因為我認為這個搞的結果就是 反作用力 就會讓高雯恩當選 如果要把我抓起來的話 我告訴你 就會讓柯智恩當選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民進黨邏輯喔 他如果敢把我抓起來 我告訴你 真的還有還把 周一庫要放出來 周一庫要出來 又給他標個150萬 連續標10個 又被我們找到 哇那就棒了 這些都是說 這個政府幹了一些用 因為他們是在野黨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在九合一裡面 在地方選舉是在野 在野黨 他們是用力在打 但是也打不出所以然 打不出所以然 因為他沒有議題啊 因為他是做壞事怎麼打得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問題很難 包括我講不客氣一點 陳其邁在高雄的招商是很成功的 他也把他放冷 他也放冷喔 大家都放冷 放冷的情況之下 就會變成主流媒體喔 不會報導你 當然當然 但是我懂我懂 他招商的成效是好 因為 我只舉個例子 我沒有幫他講話 我只舉個例子跟你講 我們不要抬他招商 但是吳董也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對我講話 因為你要跟他說 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大環境上 這些人是要放冷 讓你的很辛苦在哪裡 可是我覺得 因為你有一個智慧 你的政治智慧喔 會讓這場選舉 會讓高雄選舉 讓老百姓留下一個 值得來討論的議題 對啦但是但是吳董 我還是要插個話 你剛剛說陳前面 他雖然說 你說他招商等等之類 但是我高雄人不敢 我高雄人 真的大家 勞工的薪水也沒管 我也是招租也是一堆 有沒有租的也是一堆 真的然後 現在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勞動人口 年輕人 4萬多人不見了 全部北漂出去了 那你告訴我 你招商很好 高雄人就要勞下來 怎麼沒有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新竹也是這樣 高科技 高科技的很好 少數 高科技 我家小孩都在高科技 我很清楚高科技的薪水 但是那個高科技薪水就是這樣 我們高雄現在整個平均 你就會發現高科技薪水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勞工薪水在這邊 平均起來 你只是造成這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你告訴我 你說 所以你說招商很好 可是人民的感受到底怎麼樣 就像你說跳電 停電 今天台電出來講說 其實停電最多次數不是高雄 高雄人就覺得你常常在停電 分區在停電 這是感受的問題 感受的問題 這不是數字的問題 說得很好 對 說得很好 我沒有要幫陳其邁辯護 我說這個就是我期待 柯智恩在高雄選舉之後的過程中所表述的他的論述 他就是很簡單 你說既然現在很辛苦 真的 事業率極高 然後快點 然後我覺得一個人要 年輕人現在找不到路 低薪 不是沒有工作是薪水很低 好那這些事情 如果留下一個讓民眾的一個普遍的認知的話 那你就成功了 那這個就是會 這個就是一個這一趟選舉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案件 不行不能只是歷程 漂亮 我們要成功好 因為這個漂亮以後結果也會漂亮 你放心 這個兩個是因果關係 這個民進黨的選舉策略裡面 我要跟你報告一點 我跟你說 跟大家分享 民進黨跟共產黨很像 先講什麼東西 先講論述 那論述要完整以後 然後再開始打議題 他是方式上 所以你這個你很懂 因為你是大學教授嘛 所以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年輕人的 給高雄年輕人一個機會 這就是你這個論述主要的論調 是 我覺得是 這個好啊 就像你說 我問我的學生在 他是隔雄哪裡 你問他說 你為什麼就是扣掉房租等等之類 你賺的不費 還不如你回到高雄 你還可以存比較多錢 他告訴我 因為台北產業多元 而且在台北 他看到希望 他就賭嘛 賭他一把嘛 賭的五年七年 他的人生可以賭嘛 賭不完再說嘛 那高雄你就讓很多年輕人 就會覺得 欸我現在 我的選區 我的選舉裡面都是年輕人 都是高雄在地的 然後因為選舉才下來幫忙 否則 他們要做影視媒體 傳播等等之類的 在那邊是沒有辦法存活 都到台北才有辦法 你說這裡有多少時間 各鄉的機會 對 機會問題啊 所以我就說 不是沒討論 是沒有高薪的工作 高雄不是只有要台積電 高雄還要亮蛋電 炸雞電 還有很多電 好不好 不要每次只講台積電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呢 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 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